《生死白子》 《生死白子》 他依教耶稣 他爱神的 一伤心者 不舍生命 是我最大舍 恨恨恐恨 却能证明 却主我长 恨恨感谢 靠耶稣基督 他带给我 满足喜乐 能却安慰 但是我决心 我能面对未来 坎坷 因祂活成 因祂活成 我能面对明天 因祂活成 不再去怕 我甚至到 那长短定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指引他活成 那长短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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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长短定天 也就是 歸封山 神明 神明 以依依依 借助耶稣 战胜了死亡 我将看到他荣耀 战胜了死亡 战胜了死亡 我将面对明天 战胜了死亡 战胜了死亡 我将酷了死亡 战胜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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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殖umi God 满了希望 指定道路终 哈利路亚 主果然复活了 亲爱的耶稣基督 你的复活摧毁了死亡 我们满心赞美 感恩 你胜过了死亡 从坟墓中出来 死不能胜过你 因为你是生命的主 哈利路亚 你使我们相信 有了你生命的人 也能胜过死亡的权柄 当死临到时 我们也不惧怕 因为我们已经有你复活的生命 主啊 你的话语 不但带领我们胜过死亡 你也带领我们胜过世上一切的苦难 虽然我们现在有难处 但我们可以靠着你去面对任何困难 因为你是我们的盼望 复活带给我们盼望 使我们虽然经过各种的患难 困苦 我们也不至于被击倒 我们也不至于绝望 主啊 今天 求你使我们得到你复活的新生命 使我们活出基督徒的样式 使我们真实的经历并见证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主啊 我们也求你复活的大能拯救这个世界 并且保守你的教会 使教会因你的大能传福音有能力 使接受你的人也经历复活的新生命 主啊 复兴我们 更新我们 用每一个人能遇见复活的主 也与复活的主同行 去经历你无限的大能 奉耶稣名求 阿们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至十一节 弟兄们 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 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 又靠着站立得住 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 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 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显给基法看 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 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却也有已经睡了的 以后显给雅各看 再显给众使徒看 末了也显给我看 我如同未到产妻而生的人一般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不配称为使徒 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门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原不是我 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不拘是我 是众使徒 我们如此传 你们也如此信了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一至十二节 七日的头一日 黎明的时候 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 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 她们就进去 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 正在猜疑之间 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 衣服放光 妇女们惊怕 将脸伏地 那两个人就对她们说 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她不在这里 已经复活了 当纪念她还在加利利的时候 怎样告诉你们 说 人子必须交在罪人手里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复活 她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 便从坟墓那里回去 把这一切是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 那告诉使徒的就是莫达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 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还有与她们在一处的妇女 她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 就不相信 彼得起来 跑到坟墓前 低头往里看 见细麻布独在一处 就回去了 心里稀奇所成的事 各位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复活节 我们纪念两千年前 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事实 耶稣是在星期五下午三点断气的 按照犹太人的传统 星期五下午 太阳一下山 马上便是安息日 而安息日犹太人不能工作 所以人们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来之后 简单的用细麻布将尸体裹了起来 便放入了一座空坟墓 并且用一扣大石头将墓的路口堵住 过了安息日 在星期天的清晨 妇女们跑到坟墓那里 希望将耶稣的尸体用香料熏了之后重新露脸 然而当他们来到坟墓前时 惊讶地发现 原本堵在路口的大石头已经被挪开 并且有两位天使站在那里 妇女们就害怕 趴在地上 脸朝下不敢看 天使对他们说 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不在这里 已经复活了 这一段记载来自圣经的路加福音 从天使的话中 我们可以知道 复活的耶稣不在坟墓里 也不能在坟墓中被找到 坟墓是放死人的地方 而我们的耶稣是复活的主 我们在死人的地方找不到他 换而言之 只有在活人的地方才能找到耶稣 这话同时也提醒了我们 我们的神不是死人的神 而是活人的神 就这个问题 我想从三方面和大家分享 第一 信耶稣得复活 我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看待复活这一概念 很多人会说 复活就是将来身体的复活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就能复活 承受永生 这话没有错 但不仅是这样 如果耶稣的复活 除了给我们带来将来盼望之外 没有其他意义 那我们的信仰就成了将来史 所以耶稣的复活 对我们来说 不仅仅是将来的身体的复活 而是从我们信耶稣那一刻起 整个灵魂和身体都被从罪恶的权势下拯救出来 从死亡的国度中脱离出来 由于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 这罪使得我们和圣洁公义的上帝不能相容 公义的上帝也必要审判罪 这罪代价便是死亡 这死亡不仅仅是肉体的毁灭 更是灵魂和上帝永远的分离 死亡的本质其实就是分离 而灵魂与永生上帝的分离 就是真正的死亡 耶稣基督替全人类背负了这个代价 替我们领受了上帝的刑罚 满足了上帝的公义 而耶稣的复活让我们必死的灵魂 从死亡中重新复活过来 这复活不仅发生在将来 更是发生在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的灵魂因信耶稣不再和上帝分离 而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诗恩座的宝座前 向他祈求 我们的身体不再是死时的仪容 而是我们将来重生时的样子 因着耶稣是我们整个人的重生 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样式 我们原本是在死亡的权势下 别人从我们身上看不到耶稣的样子 而现在我们因信耶稣得以重生 从死亡的权势下脱离了出来 我们所思所行不再限制于罪的样式 而是可以反映圣洁上帝的样式 也因我们的行为 别人就能在我们身上找到复活的耶稣 众人也就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了 因为我们的神不是死人的神 而是活人的神 第二 在死人的地方找不到耶稣 当今的人和过去的人相比 有更多自由 而这自由不但没有让我们变得更加无拘无束 反而让我们充满了各种限制 传统的道德观被限制 甚至有时被贴上歧视的标签 我们的信仰被限制 我们不能公开的在学校里谈论耶稣 我们对信仰的坚持 有时会被人称为不宽容 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和它们不一样 但所谓的宽容 不就是去宽容那些我们不认可的事情 宽容 不认可的事情 就是真正的宽容 他们在批判我们不宽容时 也同样没有宽容之心 一旦有人提出异议 马上就会迎来各样的批判 这些人的本质 只是希望别人大家都认同它 想要所谓的别黑白而定一尊 并非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如今的社会 到处可以看到这些矛盾的现象 给人的感觉 虽然物质在往上走 但精神 道德 甚至价值观 都在往下走 人们满足自己身体的同时 自己的精神领域日渐凋零 三观的下限 每天都在被刷新 而这一切的原因 是由于人们努力的 试图将上帝 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挪去 但如果真的将上帝 从我们生命中完全去除 那我们用什么来认定是非对错呢 人和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 是上帝将道德放在人的心里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知道何为善 古人云 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因为人最基本的道德观来自上帝 如果将上帝从我们生命中去除 这就意味着 我们将生命和道德的源头 从我们生命中挪去了 那我们的身体就成了一个必死的地方 圣经也告诉我们 死人中我们无法找到耶稣 如果我们和这世界一起同流合污 那我们就永远都找不到耶稣 第三 我们可以通过在耶稣内 找到生命的意义 世界上有很多人 试图寻找生命的意义 很多人阅读大量的心灵鸡汤 试图满足自己内心的空虚 但这所谓的心灵鸡汤 如果缺少了上帝的话语 那就是一碗添加剂 一碗人工合成的味素汤 而不是一碗有营养的天然鸡汤 这些只能让人品尝到美味的 而没有实质性的作用 对人寻找生命的意义 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只有上帝的话语 才能让人找到生命的意义 而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 这些人会质疑 圣经的话语是否已经过时 其实不会 因为圣经里所记载的事情 包含了从宇宙的起点 一直到宇宙的终点 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本书 跨度之大 是不能品质的 并且这话语可引导人 寻找到生命的最终极那一位 因为只有上帝而来的 才能引导人通往上帝 通往上帝的话语 才能让人找到上帝 而这话语 也是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 我们的耶稣就是上帝的话语 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的显现 我们因着耶稣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也正是通过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 也就是回到上帝的身边 有人总觉得生命中缺少什么 但自己也不知道到底缺少了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 缺少上帝的话语 缺少耶稣基督 上帝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内心 我们便可以得到满足 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 我们生命才算找到真正的目标 即使我们常常得到上帝的话语 我们才能满足内心的空虚 这就要求我们时常阅读圣经 我有一个朋友 他很喜欢阅读网上的一些心灵文章 但生命从来没有改变 这些所谓的文章 很容易把人引入一种精神洁癖 甚至主观忧郁的情绪当中 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化或者悲观化 把他人和自己亲人的缺点无限放大 这种情绪的结果 让人的心态和现实产生严重的脱离 甚至情绪上产生人格分裂 其实这些所谓的心灵鸡汤 实至心灵砒霜而言 新约的雅各书 更适合他阅读 从上帝的话语中 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宁 只有相信耶稣才是我们心灵安宁的保障 如今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限制在家 这对我们心灵和精神上产生非常大的压抑 但同时也给了我们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空间去阅读圣经 向上帝祷告 不妨我们抓住这一次机会 多多的读经祷告 让上帝的话语 驱散我们心中的阴霾 让耶稣进入我们的内心 这样我们便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 愿上帝祝福并保守我们每一个人 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一起用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事态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下期待的 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